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加拿大留學生雜誌 今天我很高興,也很榮幸,請到Quanl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的代表 Isabel 和我們聊聊天 Hello Isabel,你好 Hello,大家好 Hello Isabel,我想問一下Quanl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的中文是怎樣的? Quanl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KPU 中文是昆德倫理工大學 Oh, wow 昆德倫理工大學 通常都是用短形的 就叫做KPU 大家都知道是哪間大學 其實這間大學在我們Richmond 甚至在我們的低陸平原BC省都很有名 因為它有很多的課程 適合不同的人士可以就讀 其實我又想問問Isabel 其實KPU是一種什麼類型的大學? KPU是一間實踐型的公立大學 實踐型的意思就是很多東西你在學校都很實用的 學生都覺得畢業之後很容易很快就運動工 所以我們就叫他們一間實踐性的大學 Oh, wow 很適合我們 即是一些亞洲來讀書的朋友 因為他們很希望在加拿大可以學到一個技能 甚至可能他們已經有一個學位 但他們只能拿到一個技能 都可以來到這間的KPU讀書 學到一個技能 我又想問一問Isabella 究竟Kranen這間學校 除了有技能的課程之外 還有沒有一些大學的學位課程呢? 當然有 講到學位課程 包括所有課程 不要理會他學不到二百多個以上的 那學生可以選擇 那基本上我們就有一年的certificate 兩年的diploma或者associate degree 那當然少不了四年的batchelary degree 那除了batchelary degree 那我們叫做學士學位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都有兩年的post-baculary diploma 那專門呢就是給一些已經有學士學位的學生來報讀的 那last but not least 我們也有graduate diploma 那就是中文應該是叫做碩士文憑 那如果讀完之後呢 他們可以繼續進修去MBA 也沒問題的 哇!那真的有很多元化 基本上呢 很多東西都可以讀得到 在KPU讀裡面 那你們一年裡面呢 收多少次生啊? 你是不是意思是香港 還是... 嗯...又可以香港 因為其實很多香港朋友在看這個頻道 他們都會知道 是的 嗯... 那如果你是說recruitment的話 那如果有batchelary 之前呢 我們會有兩個... 有招生代表 非香港兩次參加的 那現在有batchelary 我們也有很多online的fair 去跟學生見面 那這樣 那除了這些之外 那招生方面 如果你是說 多少個 semester in take 那我們一年呢 是有三次的 in take 那第一個 in take 就是九月開學 一月開學 和五月開學的 那就是說呢 對於很多海外學生來說 有很多選擇 沒錯 因為他們自己的需要 因為有很多學校 都是等九月才可以開課 但是KPU就有很多選擇 有三個 semester 但我要提一提你 有很多個 program 那有很多 program 是九月才有 那未必全部都有一月和五月 就好像我們很受歡迎的設計設計 他們只有九月有課開的 噢 這間學校呢 我立即打射隨君想 我知道這間學校很漂亮 剛剛落成的 就是一間設計學院 一間設計學院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那哇 這間學校其實 我自己以前都在Richmond校區做 所以整天我自己放休息 都去那裡 覺得什麼都很新 那好 因為我記得這間學校 都開了沒多久 就是一個新的 campus 在搭你 那很多設施全部都是 非常好處 那你進去 你覺得你完全不在一間學校裡面 你覺得自己好像去了未來 噢 你有沒有去過 你有沒有去過 我就去的 我就是看到 我經常駕駛經過的 那我就已經 如果現在我認識你之後 我就會有機會去探望你 我就去看了 哈哈 隨時歡迎 嗯 是的 那這間設計學校很新很新的 還有很漂亮的 我知道很多朋友想入讀的 那其實裡面有什麼課程 啊 那讓我介紹一下 是當然了 如果是Bachelors Degree 四年的學士學位 那我們就有 Interior Design 室內設計 還有我們很出名的 Fashion and Technology 時裝設計 也是四年 那除了這兩個 我們也有Product Design 產品設計 啊 那 最主要都是這三個 Degree 都是非常出名的 哇 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Graphic Design 不少的 不好意思 哈哈 哈哈 因為呢 我們其實呢 溫哥華呢 都是很多元化的社會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工種 特別呢 我們的電影業 都是很蓬勃的嘛 所以如果我們進去這間 設計學校讀書 可能都會 適合 是嗎 如果大家喜歡 我每次收到學生都說 你真的入到我們的設計 你真的好像整個 聖經典人走 Catwalk oh my gosh 我真的很想 行了 你記住 我約你一下 我約你參觀 然後拍段片 給我們的香港 或者亞洲的朋友看一下 Isabella 我想知道 我很想讀 那怎樣呢 英文程度 你有沒有要求 有沒有一個試要考 你告訴我 怎樣的等級度 過來讀書 那當然有啦 始終我們都是公立大學 是政府認可的嘛 Public University 那我們對英文 都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不用怕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 學校都提供這些 叫做Pathway的program 英文Pathway 那很普遍的一個Test 叫做牙斯IELTS 那如果你最低成績 有overall 4.5平均分 每個小考不低過4 那小考就是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OK 都跟我們Foundation Pathway開始 但是我自己本人覺得 在香港招生了這麼多年 他們不會讀到Foundation的 香港的學生的英文水平都很高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 OK 那就是說 基本上都要考到一個IELTS 是的 拿到4.5 或者小考4分 就可以過來了 是的 那再加加 那如果你是想直接 入到大學 Undergraduate degree的呢 那我們修心的條件 就是牙斯6.5 小考不去低過6 哦明白了 我想很多有心留學的朋友 我想這個都是很基本的 要知道的事情 是的 那我又想問一下 其實你很多不同的課程 有些Diploma 又有Certificate 也有Bachelors degree 那我也聽說 現在也有些香港朋友問 很想過來讀書 因為完成了最少兩年的Diploma課程 那他們就可以申請一個工作簽證 Open World Permit 那其實我也想問一下 在這方面 學校是否都會提供一些Diploma課程 讓他們很容易就得到 Open World Permit 這個公簽呢 那我又用一種自己的例子 那以前我也是一個國際學生 那我自己是來自澳門的 那以前都不是加拿大移民 但是我完成了一個Battery degree 在Kornan 那我都可以成功拿了一個三年的工作簽證 但是不用擔心 如果你不想讀四年的都可以 那至少你的課程是兩年的 你的工作簽證都會有三年的 是的 因為我記得以前 沒有這個香港的新的課程之前 就說有一些課程是可以拿公簽的 但有些是不行的 是不是有這樣的分別的 之前 嗯 之前這個我真的不太清楚 但是回到現在就不要太擔心 因為始終以前 或者我們還沒有一個大學的 status 在一個科學很多年前 現在因為始終都是2008年 我想是一間公立大學 所以政府認可我們所有的Degree 所以無論你是完成一年的Diploma 兩年的Diploma 四年的Battery degree 你可以拿到三年的工作簽證 嗯 非常清楚 是的 Isabella 我想問 其實在國際留學生方面 他們比較喜歡讀哪一種課程呢? 問得好 這個我已經問了我的隊伍 因為近來我自己沒有去香港做 recruitment 我現在多數都是錄取 admission 就是幕後那些的 我已經問了新消息 他說現在好像最受歡迎 最多人問就是這個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嗯 那這個呢 真的嗎 真的我都不知道 原來現在這個Degree 我們這個人力資源管理 就有四年的學士學位Bachelors 也有我剛剛說的學士後門 是專門給學生已經有學士學位去進修的 因為我看新聞 他有說過這個科目是很受歡迎 還有呢 又說呢 現在那個社會 我們的社會 是很等人才用的 就是很需要這方面的人才 所以可能他們很聰明 知道我們需要了 那就快點去讀 哈哈 是呀 就是人力資源管理 是的 嗯 還有Nina 我有些東西想補充一下 好 我說三年後的公簽 是學生畢業之後可以拿到的公簽三年 但是他們如果同時已經在讀本科的話 他們也可以拿工作許可 一邊讀書一邊做事 那這個我想補充一下 嗯 明白了 是的 很多朋友都在擔心 哎呀 自己年紀大了 學校會不會研修我的 因為 很害怕 是啊 你快點給他們信心 OK 沒問題 我們不會看你幾多歲 而不研修你的 就算你六十歲 七十歲 八十歲 你願生請 你願讀 移民局簽證 可以在我們讀書的 所以不要擔心你這個問題 哎呀 那我有希望了 Isabel 哈哈哈哈 我是記性差了一點 如果你願意收我的 我會考慮讀設計的 哈哈 但是設計我要補充 因為始終真的很出名 而且競爭力很大 那每個設計程度都有一個限定的名額 那好像室內設計 好像每年只有二十幾個 嗯 那我就會很努力去競爭的了 加油啊 加油 哈哈哈哈 我又真的很實際的問題 要問一下Isabel 那我們的學費 其實又是怎樣的呢 學費呢 問得好 那我們的學費呢 就是每年收季節 這樣的 那有些學校 它是收一年的學費 那我們就不是的 那學生他們選多少課 就給多少課的錢 那是每年這樣收 那大概學費來說 就要看你讀多少課 那如果你要保持你的學生 那你要做一個全職的學生 那全職的學生 那全職的學生 意思呢 你要讀最少三課 那最多就是五課 那就是看一下你一個季節 想讀多少課 那我是大概 如果呢 你剛剛來到加拿大了 不想讀五課那麼多 那我先讀三課 那大概三課 我有一張小課 你看一會 哈哈 你還看不見到我 因為我看了小課 然後我依然 哎呀 真漂亮 沒問題的 那如果你讀三課 一個季節 那免費就是 六千五百七十元 加幣 那這裡看看 那如果你是讀五課 十五個課 的話 那大概就是 一萬九千三十三元 加幣 嗯嗯 你自己想讀三課 四課 或者是五課 明白 都是很平均的 一般的學費 是啊 對 基本上是差不多 嗯 嗯 那我想問一下 一次我真的成功報讀了 我所有事都通過了 你就肯收我了 那多久我才可以拿到 學生許可許呢 哦 那這個 這個我就或者要詳細 一下 那首先如果 你 首先你上網申請 那多數是 七天工作天 你就會收到 啊 歡迎你的application 這個是你的student number 你去log in 你的account 那之後 如果你同事很聰明 或者很聰明 地發出我們要的admission requirement 那基本上 我們就說 二十天的工作天之後 你可以有offer 那其實我們很快的 幾天就搞定了 那始終我們說 多些dates 就是just to be safe right 嗯 可能你 遇到requirement 那一個星期之內 你收到offer 那你收完offer之後 還不可以的 那offer呢 就要給個 那些中文應該叫做 劉委費 commitment fee 那如果一般的program 都是二千元加幣 那這個二千元 基本上可以用回 你之後的tolution 那裡 所以不是額外的費用 那我們收到你的 二千元加幣 那在三至四個工作天 我們就會發出一張信 叫做letter of acceptance 錄取通知書 那你就拿著這張錄取通知書 去申請學生簽證 那申請學生簽證 那其實移民局那裡 其實在他們的網站有更新的 說他們現在是在做這個日子 收到的項目的項目 所以 如果你問我大概 以我的經驗多久 很多都是一個月之內就搞定 真的根據他們移民局那邊 必不必是 嗯 Isabelle 還有一件事 可能 我問多了 因為不關你的事 但是 移民局的問題 其實現在呢 我們的關都是封關的嘛 就是我們的環境 是不是 航空環境是封的 但是 以你的經驗 譬如你的學生 是合資格了 可以過去讀書 那他們難不難過來呢 其實 所以你覺得難不難呢 我們學校其實真的 對學生很好 那當有這件事發生之後 我們馬上有一個新的管理 專門叫做Transition 就是幫這些學生的 那基本上 我們學生 那始終公立學校 我們都要跟著這些 Paperwork 做事 那基本上 他們學生說 哎呀我要來讀了 那就是要來加拿大讀了 那其實他們都要 他們要發出一個計劃給我們 我們批准知道 如果真的到達之後 他們有什麼措施 有什麼preparation 我們要批准 我們才批准學生 然後我們會專門 發出一張文章 給學生去申請 但是有一樣東西 我也想看一看 因為我們學校都 這樣做得很快的 那很多courses 都已經online 其實不用真的 student in person 過來加拿大 咯 又是咯 讀著先 是啊 是啊 等到疫情好一點 的時候 才可以回來 所以學校就把 發表說 現在沒事了 我們可以過來 趕快過來 因為不是 online也可以讀的 又說得對 是的 我們真的應變得很快 突然間全部改成 online facuct 合作 我們department student service 也做得非常唐善 所以暫時我們未聽到 有什麼投訴 其實不錯 在原居地讀書,又可以計算 可以完成你的讀書,或者是你的學位 然後又可以拿到公簽 是的,因為很多東西都在變 所以最新的消息都是去移民各網站 看看最新的政策 我也想問問Isabelle 我讀完書,其實現在在我們BC省 找工作容易嗎? 你覺得有一個工作機會嗎? 因為很多朋友可能讀完兩年讀書 是一個技術來的 他們都希望可以 會不會有工作項目多 我自己聽其實都非常高的 我不想黑銷,因為我自己都是商學院畢業的學生 他們好像不完畢之後 根據以前的數據 你三個月之內找到工作 起碼都有九十幾個百分比 哇,很鼓勵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真的你讀課程 你不是讀死書 跟著去測試 有很多項目 有時候真的要畫難臉出去見客 但你又不可以當是自己的學生 我都很實踐,很實用 是練習你 我覺得不專業之後真的有勇 當時你很害怕 但不專業真的很有勇 我真的沒有後悔 但當時真的很害怕 很感謝你分享你自己的經驗 因為很重要 因為你是走過這條路 所以你再介紹的時候 就相當事本功倍了 我榮幸 有時候我也想幫回香港 澳門的學生 我自己就很喜歡加拿大 其實之後不專業都打算 好嗎回家陪父母呢 但最後我都選了 宜蘭和留在加拿大 因為這條路實在太棒了 哈哈 沒錯,你的選擇是很好的 Isabella 譬如有澳門或者香港的朋友 真的很想聯絡 或者知道多些你們的 KPU的消息 我們怎樣去報名呢? 問得很好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去我們的網站 很容易記的 www.kpu.ca 這個就是我們的網站 上面有個部分就是apply now 那你就可以apply 但如果你不想報名 但有很多問題都沒有問題 那傳個電郵給我們 就是international at kpu.ca 如果你說香港的朋友 我是澳門的朋友 我想跟一個是來自這個 背景的人 communicate 我們會direct or email to that person 都沒有問題的 非常之好啊 我想Isabella再說一次 你那個international www.kp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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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會寫上去的 這樣大家不會錯過了 那就可以直接找回 希望可以和你對話 真是最好 太好 了 真的謝謝你 Isabella 今天我相信 你已經解答了我的疑難了 如何報名 學費 年齡 我真的很興奮 很多人擔心 是不是只是很年輕的 我現在不是 證明你想讀就可以了 是嗎 這個非常之好 今天我也很感謝Isabella 跟我們解釋 就是kpu 所有入學的程序 大家趕快去考好IOS www.kpu.ca 我等你聯絡我 大家到時去DESIGN CAMPUS 看看吧 到時可以的話 沒錯 到時我一定會欠 這個二十幾個 其中一個學位 www.kpu.ca www.kpu.ca 今天很感謝Isabella 很感謝KPU 很感謝昆德倫大學 謝謝 我們下次見 Isabella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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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